陳豪被指刺可白 觸遍奧巴 陳欣薇由韓曬韓色合照賀降分 陳豪和陳欣薇結婚十一週年 二人撇下三個子女到韓國墨遊 還來過韓色合照慶祝 Amy在社交網貼上甜蜜合照 以韓文留言我愛你 又以英文留言祝賀週年紀念日快樂 雖然兩個人甜蜜恩愛依舊 但不少網民都接受不了陳豪的歐巴樣 指她的樣子有少少怪認不到 認為撿相過了火 在Amy曬照前 就有網民在小紅書貼上 在韓國偶遇她們的合照 但竟然有網民留言指 頭戴CAT帽和肩頸的陳豪似可白 貼照的樓主隨即力撐陳豪 指她真人很年輕很nice 只是助姿態端正 而且她也50家 不要要求太高 還帶贊Amy是素顏 狀態超級好 林寶儀回巢拍《刑徵十二》佛山開鏡 同陳志堯玩激情要求駕詠意氣 林寶儀離巢十三年 終於回巢TVB拍攝新劇《刑徵十二》 劇集今天在佛山舉行開鏡拜神儀式 風騷現身的寶儀 今次和陳發蓉演子弟 終於陳志堯演一堆預告有激情戲 她更要求總監製鍾雪街 加Yoyo泳衣氣氛 笑言不介意穿泳褲配合 寶儀受訪時說很開心 見到很多新演員 特別是傅嘉莉和張震朗 並且時隔多年在演幹探 難度更高 因為不想重複以前 張震朗在劇中和寶儀有不少對手戲 她坦然這次合作非常難得 海公又借機從旁偷私 不過也有一定壓力 這次震朗飾演 患有雙重人格的幹探 她視為入行多年以來 其中一個最難演的角色 就算了一番故事 我對手戲量的角色 屬於樂隊 並且印,雙重人格的力 其中一個最難的角色 也居然有分讓它 嚴重的角色 使用我們的劇情